我会用那个袋子很漂亮帮你们照一下 很有质感 道访香皂文创主题馆 参访观光工厂的游客 无不被这满满的金条给吸引 这是南州香皂业者为了春节应景 特别推出的年节限定金箔皂 皂体本身有添加金箔 看起来就像个小金块 而它的包装也很吸睛 让这金条造型的特色皂瞬间爆红 这个金箔皂是每一年过年 都会出一个限量的 那个金箔皂是就是说 它就是说有拉丝的作用 就把它做成金条的形状 那个致用送礼两箱仪 然后就是大家收到都会很开心 然后你看那个做成金条形状 大家表示说我过年收到这个礼物 就觉得特别开心 有金条可以收 然后又金颤颤的 就是一个喜气 然后又很实用 它又不含皂碱 所以大家用起来就很安心 我觉得这个送给厂商很好 因为今年是鼠年 所以找这个黄金 然后送给厂商的话 永远属于它自己 然后就代表黄金 然后今年他们就是会 裁员滚滚 强调可以洗全身 又长得特别高贵 有喜气 相当适合送礼 自己用也有种 裁员滚滚的感觉 而除了限定款的金箔皂 为应应连结送礼 加上所有的产品 皆能制作礼盒 如这人器款 洗发皂 法柄 豆腐皂等 都能客举滑送礼 就是用德国的原装进口的精油 然后那个做成12款不同的 针对个人的发指 然后来做一个调理 然后洗后呢 就是觉得说 发指比较不会掉发 然后那个很多年轻人呢 都染发 然后它有护色的功能 然后还有一说 有的人想说 那我出国 带起来也很方便 小小的一颗 但是小小的一颗 长头发的话 也可以用了五六十次 我们那个公司就是说 那个如果说 你想用那个个人 要是那个送礼啊 公司做活动啊 年节的礼品啊 公司都可以客制化 传统香造创新 除了延续天然无添加理念 也期盼复时代创意 让好的商品吸引更多关注 进而选择在地生产的 优质沐浴品 屏东新闻 补玉亭张志豪采访报导